HELLO 大家好,我是JED 我今天想要來分享說 我買了一個新的水龍頭的過濾器 那我來讓大家看看哪裡有不一樣的地方吧 那先從一剛開始 舊的水龍頭呢 就是它的下面這邊有裝一個 算是起泡器 所以它打開的話 水會感覺是蠻小的感覺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因為用蠻久了 應該就是裡面會髒髒的 然後水感覺變小 所以我就想要換一個過濾 就是那個過濾器嗎 水龍頭的過濾器 我想換一個水龍頭的過濾器 好的,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裡面呢 其實就是一個塑膠的小圈圈 然後這裡好像是一個鐵網還是什麼的 看起來就是很髒吧 所以這一定要定期清潔或是定期更換 對,好 那先給大家看我買的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BODYLUV 這個牌子的 這牌子的 我覺得還不錯一點是 它這個造型呢 是花灑式的 所以水是會從那個 水會感覺比較大一點 我們來試裝看看吧 先把透明塑膠塞 先塑膠塞上去 不是不是 先塞上去這裡啦 這裡這裡 好 然後 放上去的時候啊 可能會 怎麼那麼不好用 對不對 手這樣子 這樣子 看到嗎 欸 欸 尷尬 這樣 啊 不好意思 剛剛的那個沒有拔啦 難怪一直裝不上去 好 好 這樣子 有沒有 是不是非常好裝 慢慢轉 轉 轉緊之後 欸 OK了 好 我們來試看看囉 這水打開 是不是變得比較 大 花灑式 就是 感覺 水的面積會比較大 那感覺 好的 那我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裡面的構造 其實一剛開始啊 我買這一款 這一款 它其實裡面是有附贈一個 一個過濾器 但是 因為 我們家的水 比較小 所以 我自己另外買了 在別的網站買了 這個 這個 小圈圈 這我自己在做一個剪台 把它剪一剪 然後放進來裡面 其實 就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 它其實也是 可以達到 過濾一些小小雜質 雖然可能 比較沒有像 原本的 原本品牌的效果 那麼好 但至少是 還是有過濾到一些 像是一些 小碎片還是 小沙粒啊 應該還是可以去做一個 過濾的 那原本的話 是這樣子 對 這是 原本的 內建是長這樣 那我來裝 給大家看 原本內建 它其實 因為我家的 水比較小的話呢 買這一款啊 會不適合 如果家裡 水就原本是 比較大的 就是 水比較大的話 就比較沒差 但是如果你加水 比較小的話 可以考慮換 換這一 換我剛剛那一款啊 欸 欸 水剛剛變 等一下 我又裝錯邊了耶 喔 喔 我知道了 我裡面忘記放一個 塑膠的這個 塑膠的這個 OK 好 然後像這樣 裝進來 好 好 我這樣 裝上去 就是 水看起來 比 剛剛還要小 那 海水比較 小 我覺得水比較小 就是 可能它過濾的 那個密度 是比較 密的 所以 水會比較小 那如果說 家裡的水 原本就是正常的話 所以使用起來 是OK的話 那就不用換啦 只是說 如果有遇到 水比較小的 狀況的人呢 可以 就是換這個 自己剪裁的這個 小小的 過濾棉 它長的 它長得像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 近拍的樣子 這樣 好像這樣 也是很多小小細細細的那個 網子 其實這一塊 原本就是來裝那個 蓮蓬頭的 但是我想說 欸 我在網路上找說 欸 有沒有什麼樣的方法 是 也是可以過濾到水的 然後 所以我就想到這一款啦 好的 那就以上 是我今天的一個小分享 非常不專業 的小分享 如果您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在下面幫我訂閱按讚喔 謝謝大家 掰掰